我应该把大湾区比喻成一个自助餐厅 因为这个自助餐厅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有 然后我们感到清点就像是不同的一个食材 然后我们进去这一家餐厅以后 我们可以做出来是不同的菜 可是同时我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味道的一个特色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的话 我们不停地创新推出新的菜品 然后去吸引不同的人来投资来认识大湾区